- 哈喽各位观众的阿姨们在的早上午中午好玩音响好我是高头直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红牛背的这一场Fujiburla对抗路飞 那Fujiburla我们看过很多场他打美华的对决都是跟Foldo之间展开的 然后他无一例外全部把这个Foldo给干死了 对不对他打美华的这个对决当中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角色去面对一个同样是打接近战的角色 他就有更多的进攻机会那非常这个强于算计的男人Fujiburla 在这种能够获得大量进攻机会的情况下呢 应该要拿下对手是胜算会比之前要来的更加大才对 好了那来看回这一场现在哇 路飞是卡的这个VT的起点过去 然后他当时应该做了一些思考 就是说他吃生龙应该死不了 而且对手就这点资源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去交生龙 所以他大胆的上去折结果Fujiburla 告诉他我的生龙后面有后续是可以直接打死你的 路飞也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在比赛的当中是完全没有考虑到Fujiburla会打出这样一场 跟上一发头 再一发头中脚顶一下 直接交出自己的VR 在前冲以后前重拳指定投命中 到中脚下来以后轻角起手 然后不敢再用中脚再飞过去了 Fujiburla一看这里拉开赶紧再补一发飙 那这样补一发飙的话一会就有更高的伤害 这边直接选择飞出来 路飞这边应该是想要出一个空杯的指令头去抓 但是串招了 因为对手是正好做了一个方向上的变换 这一下清一拳点中以后指令指令头应该是可以带走了 这一下就很好用 毕竟美华这个角色就是在这个点上面的斩杀特别的吓人 一到进了斩杀线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跳还是不跳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纯二则 对不对 我跳就活下来 不跳就死掉了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对手有可能就一个中拳上来 你也是死的 路飞现在气势上来了 继续往前压 刚才一个中调直接骗到了对手的招式 一眼水表起来了 不过这一波还得持对手的两下压制 中拳以后直接前前 接下来中拳以后的前前讲到底其实可以抢一下 但是路飞考虑到对手有可能会再补一个中脚什么的 指令头 指令头打完以后一个中脚压过去 下中拳把V开出来 清掉点中 冲过去以后再送上一个指令头 请拳 哇 这是 哇 太神奇了 路飞这是 怎么说 我到底说他运气好 还是说他意识好 因为正常来讲 对手看到这个时候 人起跳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马上拉反防 拉另外一边让别人过去 然后来躲过这样对手的这一发跳 结果路飞是只拉的正防 然后福吉莫拉是想利用这一下 直接去打对手的一个拉反防的提前量的意识 然后去把他给干掉 那结果 很神奇 路飞防下来了 防下来这个就直接等于是卖了一个很大的破绽 并且丢掉自己所有资源 这时候资源已经不重要 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那这样的话打的就很亮了 拿来看和现在第二场 路飞这边上来领先一分 下中角放倒 请拳中拳又打动counter EX的农夫三拳 防住对手的中段 防住这个中段 这个中段是真的赖 一般的角色中段都已经可以打缺乏了 哇 这边交VR直接打掉对手的VT 那美华这个VR其实蛮嗑这个VT的 因为他只要对手防住丢出来这个VT的话 交VR这个后续的VT就等于没有了 这边EX飞标以后带上直接雷打 那像美华这个角色也算是对抗一锤这边有个小有力的点 那就是一锤这边不能通过防住的VT丢出去 因为一旦这样就是VT丢出去就吃VT VT后面这个则什么都没有 连猜的机会都没有 中拳以后直接辖区往前走 再跟上一个头要死了 最后一个中角 那这个时候强硬的二则实在太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他接下来是头还是这个中角 你抢招或者不抢招 这个东西太难选择了 跳的话一般都会被抓下来 那这样很快第二局就被瞬间一面倒的搬回来了 路飞已经开始陷入了思考 你们都说这位老熊长得像王思聪 我说他少了点霸气 然后有一个人告诉我 你给他五个亿啊 他跟王思聪一样霸气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 上来一个中角直接抠到了 那这一波 上来就推敌满边一个大伤害 清拳清掉命中中拳又一次摸脚摸罩了 哇哈哈 Oh my god 那这样下来以后 还走一个正面 福迪布拉还防住了 那这样总算被他逃出去 福迪布拉在这边觉得惹无可遛了 一定要反击 下段起手 但是现在伤害上面有点够不着 对着自然没有的情况下 清拳摸动直接选择拉回来一波 直接带走 打得非常的不错 那现在是来到陆飞的赛点 陆飞要赢了吗 还要打败 打败这个佛斗 赢不了的这个男人 那就有点厉害了 主权 漂亮 这个插合 清拳指令头没有抓中 再一个牵动脚 两个牵动脚 三个牵动脚 四个牵动脚 五个牵动脚 又是五个 跟这个 跟TOKEDO对战的时候 如出一辙 就一剑立回 老子就一个剑 一个剑干暴你 怕比较多 一个剑就够了 真男人只要一个剑 好了突然换了 变成中角飞过来了 弗吉姆拉开始不断的担忧 对手会不会出几 这个前中角 这前中角真有这么好用吗 居然把弗吉姆拉压得完全不能弄 弗吉姆拉现在最可怕的地方 在于他有满资源 VG加CA全满 这边先第一波打过来 第二波 直接选择EX比较强压 突然收一下 选择把节奏放慢一下 然后再来一次 这边直接招逼 然后 弗吉姆拉这边 第二发VT回来 防住 下段 起手 没有命中 EX比较再压 这一轮压制是 骄傲了自己所有的资源 真的太凶了 那刚才这边是 用了两个VT 再加上三个能量 一口气 把对手的真关水给逼光 那现在来到了最后一等 上来就是一个青鸟复合圣龙 好 露菲这边第一时间抢出来 中拳摸中以后 没有打确认 哇 这个跳中拳下来 由于距离比较远 那弗吉姆也没有第一时间 能够抓得住对手 再一个中拳强行进身 这个中拳被防住以后呢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考虑 把自己的VR先交出来 现在CA快满了 这边直接选择裸开VA 这么急了吗 下来前中拳摸一下中拳继续来吗 这边VS把对手丢出去 但是没有VT 有VT的话刚才这一发VT丢出去 我觉得 哇 这个条路直接打上CA 这个CA打不死呀 没有喊过麦啊 还差一次血 那现在弗吉姆拉 起身直接选择奥生龙了 这么说肥表VT 中拳生龙拉回来 还有一次修正 普通头进满边了 中拳中拳耶斯波 这边交VR 确认一个EX的雷达 确认掉卢菲的VR 在卢菲具有巨大的优势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次超级的翻盘 OMG 太强了 卢菲真的是输的 也只能说是心服口服 虽然心里有很多的不甘心 但是最后的福吉姆拉这个表现 真的是太过于精彩了 一瞬间的截断 然后在进攻的时候 关键点的这一下收手 都是可以说是完美的表现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了吧 我看完了 有点个感受 砍